三鴻炸紙巾 交給我 四鴻炸紙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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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間它炸的點就是 德州燒烤餐車化身成 最潮路邊攤 好漂亮喔 還有一個是它 12小時在煙燻 三鴻炸紙巾 三鴻炸紙巾 沒有錯 對啊 煙燻 它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之前有訪問過其他的 鴻肉的部分 他說是路邊攤 他整個裝潢超級潮的耶 老闆你好 嗨 你好... 你好... 帥哥... 什麼時候開始從餐車 變成一個店面的人 你也很積極主動耶 還好吧 對喔 自己開始問 來... 一年一月份開的店 自己本來是做餐廳的 然後被這個料理吸引 然後之後就自己創意 自己推薦哪一些 必點的 這個是我的招牌 之前都會帶他去台北的市值 帶他去是不是 他會乖嗎 對... 還有嗎 還有沒有推薦的 首飾豬肉 這是德州包含經典的餐 經典啊 因為我們是德州烤肉嘛 對 肉就是我們最主要的 你可以單純吃肉 做一些小點心 然後我有做成一些組合餐 對 而且我們就是台灣人 我們台灣人 你剛剛... 你... 你... 沒關係... 你看你已經有永久居留症 算了... 對... 煙燻肉 單紙我們不習慣 但是弄成像漢堡啊 上明治就比較習慣 對 早上或午餐吃 對 對 來 很厲害的感覺耶 這個拼盤有夠豐盛的 但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神級的牛熊肉 鹽牛肉 鹽牛肉 你不覺得它本人更好看嗎 這個切面 然後手吃豬的漢堡 對 這個是我們家裡的拼盤 然後它這個一樣是牛熊肉 只是兩個 他們稍微用不一樣的 醃漬的方式 是... 香料有點不一樣 先這個來吧 這個一定要吃 它其實感覺也用很好的 不是那種平常早餐店 那種牛肉片 對 來喔 知道 超爆好吃 超爆喔 超爆 以往吃到好像還是會比較走 牛肉原味 它一樣接近中間的地方 是嫩跟多汁的 可是它那個煙燻味 是從最外皮 一路延伸到最中間 而且它牛肉的邊邊是脆的耶 脆 好像吃到那種 厚切培根的邊 可是它是牛 很脆 非常脆 很像它有幫它 上一層外皮的感覺 很瘦的 咬到它油脂的地方會崩掉 它的旁邊那個脆呢 它甚至有一點點類似像是 很嫩的很嫩的那種 牛肉乾的感覺 對... 它的煙燻香氣 真的是有浸到它的肉裡面 烘烤到有點脆的感覺 吐司的邊 它是真的比較脆 然後它的牛油那個香味很明顯 很好吃耶 很好 來...手吃豬熱表 鳳姐 手吃豬 來 開動 你剛剛好軟掉喔 你剛剛騙170耶 而且你蹲下來的時候還比我高 調味我更喜歡它耶 是嗎 上面放一點那個BBQ醬 酸酸甜甜辣辣的 油夠開胃的那個香氣 這個也很好吃 而且它的豬肉也會油夠嫩的 它醬很好吃 醬好厲害喔 對 它的醬怎麼感覺 一咬下去跟手吃豬的肉汁 弄在裡面很像湯汁 它是那種帶黑胡椒味很明顯的 酸甜的那種熱排的那種 它裡面有個配料是一個那種 紅紅的那種醃的洋蔥 好搭 對 它也帶一點酸味 然後它有一點生洋蔥 自己有的那種辛香感 而且我覺得漢堡麵包也好好吃 對 漢堡麵包是邊邊脆 然後中間超柔軟 像有那種老麵饅頭的那種感覺 Q的 它有點像是港式的餐包概念 豬扒包那種 對 豬扒包的那種概念 馬告香腸 馬告香腸 來一下 這才是香腸吧 因為它塞的肉質比較大片 所以它又有給你那種 類似像脖腿的錯覺 那一層膜很薄 一咬下去它有一點點 類似像咬開金球的感覺 來 馬告香腸一下看看 好香喔 這個不只馬告 還有一些調味 對 煎製的 所以有多的層次 來了一個乳酪牛肉 乳酪牛肉煎薰香腸 好 我更喜歡這個 是喔 它感覺乳酪加進去 它不是加鹹 它完全是加一個乳酪香 很像只是撒了那個 刨的起司粉上去的那種香味 就有那種醃漬 醃燻的香料 香氣全部擠到肉裡面 吃看看這個 不同的醃漬方式的 這看起來超嫩的 它切牛排 這個刀喔 這個刀耶 來 多少... 一切擠開 一切擠開 你好厲害喔 尤其如果感情的部分 顯不斷裡還亂的喔 直接一刀劃下去 分分合合的直接 來 吃這個 牛肉 再一個 我覺得它更原味 反而可以更吃到牛肉的甜味 而且它的彈性也比較多 可能是後切的關係 對 但是不是咬不到或者是柴 直接這樣沾吃 好像牛肉麵裡面的電子肉 我自己比較喜歡 單明治裡面的種 我喜歡那個煙燻味 就是沖得很出來 跟它的那個黑胡椒會搭在一起 但是它就是完全另外一種感覺 肉的原味 牛油的香 在這個裡面展現得更好 對 好吃... 好讚 這間好棒喔 對 很值得純喔 對 很值得純喔 好棒喔 等一下... 等一下... 什麼弄什麼弄都很多 我已經是好的幫忙 好棒喔 快死了 好棒喔 來... 來... 好強喔 繼續... 繼續...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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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國魚頭的新開店 它真的很新開 它有一個特色是 它有嘉義憲定的 阿里山又香咖啡啤酒 咖啡啤酒 咖啡酒 所以他們開新開的店 是酒吧就對了 對 可是它有供應吃的 而且我們站在人家店前面 還是要假裝不知道 是一種多麼離奇的一件事 在哪裡... 在... 在哪裡啊 好激情喔 我們好不聰明耶 聰明吧 好要聰明吧 那好復古喔 你好 你好... 歡迎大家來 恭喜... 恭喜... 開店... 謝謝... 剛剛我們有說你們有一個 什麼又香咖啡啤酒 而且我聽到有店家說 你們的那個啤酒都很好喝 是 我們的啤酒是客製化的 為了搭配這個聰明本人 對 聰明本人就是他爸爸 一定要讓他認證過的啤酒 但是在我們這邊當然還可以 喝得到一些嘉義限定的 或是我們這個新嘉義做 為了這個歡樂的看戲 邊看 邊喝 邊看 邊喝 邊入戲 怎麼就 對 還有一個這個是棉月餡 在阿里山棉月餡 還有一個阿里山的汁 品質喝完都快留著 都是很可愛耶 而且它很特別喔 它是早期搭那個板兜 做一個巴勒汁 對... 而且巴勒汁 跟當時現在那種 淡出汽水的口感 然後放入在台灣啤酒裡面 開始先喝 再喝一點... 太奇怪了吧 會聞馴而已 完全是反頭巴勒的味道 確定是你喜歡的風味 真的假的 風味... 喝起來空感是啤酒沒錯 可是聞起來是... 巴勒香超級濃的 你一聞就知道 對 這個超級好喝 真的好好喝耶 真的沒喝醉 真的好好喝喔 真的好好喝起來 來 謝謝 對... 這什麼畫面啊 超好喝 這一次說什麼都不喝酒的朋友 說不喝酒不喝 我們不會喝 從6點喝到12 真的嗎 酒量差也守得住嗎 守得住 找到的命定啤酒了 我跟你講 這一次絕對是大家的命定 好喝喔 嗨... 來了 也太豐盛了吧 這根本就是一個餐廳了 就認真餐酒館耶 對啊 這個就是砂鍋魚頭的湯 可是它裡面用的是炸魚薯薯 它是雪魚的魚薯條 然後這一杯就是那個 又香 又香咖啡啤酒 然後我這杯就是剛剛那個棉月 還是先咖啡 先咖啡 好開心喔 辛苦了... 要老一老 這個再喝一次還是好好喝喔 我的這個又香咖啡啤酒 根本就是西西里咖啡 真的喔 完全沒有酒感 喝一口看看 它就是氣泡西西里咖啡 對... 真的假的 沒有太多了 那個氣泡就變成那個氣泡水的 那妳為什麼開始有一天 連酒氣上來 哪有啊 紅紅的 從麵先開始好不好 來喔 來 聰明拌麵 我覺得那個食物要盡快 我已經快上來了 好好吃 它很像把砂鍋魚頭的湯底 變成拌麵的醬 它是沙茶的香味 可是它後面飄出來是辣味耶 有點像辣椒醬那種感覺 它很像有帶有一點 那種沙沙的口感 我覺得它的麵是走的那種 邊邊是柔軟的 Q在中間的 對... 所以它這個是很適口 很像麗麵喔 好像有一點鹹 其實很像的 有一點鹹 你好會講頭感的 妳的嘴巴 我吃麵 倒手 倒手 你又是姐今天旁邊 有兩位小朋友 我還在吃 教我啊 來 開動 好好吃喔 當宵夜超級爽的那種 它真的是那個砂鍋魚 它很濃縮版我覺得 而且真的是有微微的小辣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就是 配個啤酒一起吃 很爽 很爽 對 好 妳可以喝湯了 來 等一下 等一下 對啊 像製作人 對啊 好像今天吃蝦對不對 對 其實我覺得吃完麵 直接喝這個湯超級舒服 因為它是不是更清爽的 它完全就是那個 那一間湯底直接搬過來 然後它就是湯頭裡面 有那種蝦子的鮮味 可是你一把蛋黃搓過 它在瞬間變成很像 奶油濃湯的那個裸解 用鴨蛋它的蛋黃香氣又不太一樣 配在一起超好的 好吃啦 妳是說那個好吃嗎 好吃啦 對 來... 他們的這個 如何讓自己 變聰明的一個靈魂 湯子 這裡 湯子這裡 在這裡 妳這樣子架不出去耶 身上是靈魂的 不要剝 怎麼樣才能夠讓自己 嫁出去 保持人號的形象 對 好嗆喔 真的 我放棄了啦 好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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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答案超好笑 好笑喔 開動了 好吃嗎 好吃 謝謝 謝謝 你看它這間湯頭 它很經典的就是帶有一個甜味 而且它配這個超好吃 它配得很像我們吃那個 枝木魚 枝木魚羹的那個邏輯 可是它咬起來的奶味更濃 它是鱈魚嘛 可是我覺得它有特意 讓它裡面的那個肉質 而且一時一時的 質感變得更明顯 讓它跟這個湯是非常搭的 不只能說朵拉喝醉 口感還是屌打碗 對啊 而且更精準耶 對啊 吃得更好 現在我就用這個 魚叔叔沾這個嘉義 最經典的白醬 米乃滋加白醬 這個東西會比 土豆魚羹再好吃兩倍 會建議所有土豆魚羹 改賣這個對不對 對... 它的魚肉 它本來就帶有一點油脂 對 然後魚肉也更細緻 然後已經有 美乃滋跟它那個白醬 它有一點酸甜解膩 然後去帶出它那個魚的香味 非常非常的好吃 果然你要吃 要啊 知道為什麼我們節目 受大家喜歡嗎 是遲勁嗎 可是你喝醉了 你有點丟臉 你搭馬賽克 你搭馬賽克 嘉義其實 一直一直在進步跟顛覆 感覺我們每一次來 好像都有一個新的驚喜 嘉義就像一個寶庫一樣 你就是來 然後你可以步調慢下來的走 但你可以每次都發現不然 對 嘉義就想到火雞肉 現在會想得到 能夠創新的美食 對 希望我們可以發掘出 更多不紅的 希望我們可以 你也喝醉了 你也喝醉了 希望我們可以發掘 更多當紅的大吉 每一個縣市 然後就要把它 發掘一下好不好 分享給大家 下禮拜見 拜拜